庄卓 我们已经查过了 没有活口 连虚池这里说小不小 说大也不大 不一会儿就全部被搜了一遍 凶手没找到 这连腰池院子里啊 是越发损坏的厉害了 这可不是偶然事件的 黄雨良一直在琢磨 到底是谁和自己过不去 难道是有人不想让自己 当上副堂主 这样想又觉得太过于阴谋论了 虽然自己有当副堂主的事流传出来 但是还不应该到这个地步 也许是一般人 不知道万寿山庄的后台 是日月门 然后有人看这里生意好 故意来找事的 这也不可能啊 而这时 镜子突然打开 一名结单妻的修士 带着九名助击妻的修士 出现在了外面 对着花园子便是一抱拳 庄主 整个山庄中的静止都没有动过 门口已经查过 现在没有可疑的人触摸 剩下的人还在山庄之中四处搜查 庄主 要不要把客人全部清肠 好好地查一查 清肠 这个不行 每日的交易 都是几十万的中品零食 关了大家吃什么 花园子美好气地瞪了他一眼 这开了什么玩笑 本来他就对这个浪费零食 又取不到效果的炼妖池 烦透了 但是依附在这十四堂下 却不得不替他们做事 正好现在有人 把炼妖池全部毁掉 真是解了呀 花园子的心头刺啊 没有孔荣这样的人来主持炼妖池 这万寿山庄 就可以安静下来了 花园子心头很痛快 但是却不能表露出来 只是紧重眉头 缓缓地摸着手上这只 幼瘦的毛 一副痛心疾首的样子 在这山后折腾了两个多时辰 黄雨良的心情非常的不好 花园子也不敢在他面前多晃悠 就赶快告辞 带着金飞妖走了 而那全山庄苏查下来的结果 可想而知了 自然是半个可疑的人也没有 黄雨良被人毁了好事 却还莫名其妙地找不到元凶 他一肚子的怒气无处可发 想了想 他拿出玉剪出来 在里面写了些东西 用神石封起来后 换了人进来 把这个送到了天顶神界 万寿城的士道京中 请他们集办 给最高的价格 让他们给我找出来 到底是谁干的 他把玉剪递了过去 那名解单后期的修士 接了玉剪 就退了出去 黄雨良对这个坏了自己 成为父堂主的人是深恶痛绝啊 不把人给找出来 他是咽不下这口气啊 这种完全不知道来历和原因的事情 交给士道经去查最好呢 只要给他价格高 一般都可以在士道经那里 得到些消息 这里黄雨良在咬牙切齿地寻找 可能整自己的人 那边花园子来到了林初园 他把手中的幼崽 递给了管理林初园的指示 然后就冷着脸讲道 这是这几次有幼崽逃出去了 你到底能不能管好林初园 要是不行的话 你就不用干了 要灵堂正确找人 或者你想去寻灵堂 这名指示莫名其妙地 看着手中的这头黑色的幼崽 他不记得林初园 有这样一头幼崽 但是听花园子的口气 似乎这就是从林初园中跑出来的 如果是没见过这只幼崽 连名称也不知道 恐怕会被下放到了寻灵堂去吧 想到寻灵堂的居高不屑的死亡率 他就觉得心虚 那可是在母兽口中抢蛋偷杂的活 出去一次死伤就要过半 哪有待在林初园这里好啊 在这里做指示一年 就可以领到十万块中品零食 外加有各种丹药和死兽材料提供 出去别的地方啊 可没有这么舒服 绝对不能砸了自己的饭碗 于是他就惶恐的硬道 属下这就去让人查出纰漏 马上查明指地幼崽是怎么跑出去的 下次绝对不会再出这样的事了 哼 你最好认真点 不然有的是人等着补你的缺 花园子今天心情不错 终于不用往练腰池里面陪零食了 所以也就没有过多的责怪他 看他没有继续怪罪自己 这名指使松了口气 却见刚转身 打算离去的花园子停了下来 这这又在是什么 可以卖多少零食 指使愣了一下 是什么兽 他下意识地看了一眼手中的幼崽 就见他很讨人喜欢地 扑上着大眼睛看着他 嘴中呜呜地发出高兴的声音 鬼使神差的 他开口硬道 黑乌兽 应该可以卖五万块中品零食一只 五万 还好没让他们杀掉 蚊子再小也是肉啊 花园子紧点头 就转身离去了 黑乌兽 管它是什么呢 回去查查看去 指使提着这只 差点让他丢了差事的幼崽 直接穿过了灵厨堂的进制 把它扔进了灵厨园中 然后对一旁的侍者讲道 这只叫做黑乌兽 卖五万块中品零食 寄上去 金飞瑶一落地 左右看了看 就跑进了园中 三十来帐宽的园子 只算是灵厨园中 一个很普通的园子 地上有青草 周围放了些石块 方便灵厨幼崽玩乐 没了增加园子的观赏性 虽然会影响些视线 还是种了些矮小的灌木 上面结了不少红色的小果子 许多幼崽正好奇地 在灌木里面拍果子玩呢 只扫了一眼 金飞瑶就明白 自己为什么被扔在这里了 因为周围全是 主要为黑色的 妖兽幼崽 只要不被吓了受气 他们就算是被人养的 也不能算是灵兽了 品种真是多呀 只要是长着爪子 又不吃素 外加黑色的 全扔这里了 当然全部都是有毛 长得可爱的 那些长着丑陋 全身是硬壳的幼崽 都放在了其他的园中 金飞瑶转了一圈 一头钻进了灌木里面 往地上一趴 开始装睡 神石就直接进入到了体内 见他进来 朱雀拖着一身的伤 就站了起来 正想质问他是不是故意设计 害自己的 就被画板丝给挤了下去 光照转了一圈 朱雀整个人翻倒在里面 扯到了受伤的地方 痛得他呀 咧着嘴 深深的吸了口气 你在干什么呀 明明受伤了还乱动 我这里只是肚子 不是其他的地方 你的伤不会自动好打 不要像个小孩一样不听话 你看看 胖子和你一般打 却老是本分的不乱闹 金飞瑶的眉头皱了皱 这朱雀怎么和小孩似的 一刻也停不下来 朱雀是有苦说不出 这叫什么世道啊 怎么有这样的一些人呢 就那家伙 还说老是本分 在两个光照之中 跳来跳去 一直缠着 让自己变回去 让他多弄点 鸟毛 练条裤子 还敢说本分 啊呸 你现在的情况怎么样了 花婉思关心的是 外面的情况 赶快向金飞瑶问道 金飞瑶摸摸头 一脸淡定的应道 很好啊 外面是灵初园 有静止护着 非常安全 灵初园 你从山后跑出来了 花婉思愣了一下 难道是守卫太盐 所以逃不出去 只能藏到了 灵寿多的灵初园中 不是 是那个女庄主 把我抱出来的 金飞瑶并不知道 花园子的名字 不过倒是听别人 有叫她庄主 她为什么要帮你 花婉思不解了 怎么会把她送到了 灵初园呢 而不是直接拿下 金飞瑶呵呵的笑道 他们笨呀 之前逃掉一名修士 刚好看到我个头很大 身披银毛的样子 他们就认为我长成那样 而且那人还胡说八道 说胖子是练虚气的修士 所以啊 他们都当这是练虚气的人 来捣乱的 而这庄主很小气 纯粹的肩上 看我的样子想 鲜毛又全压下来了 以为是幼崽 就抱到灵初园来了 你知道 我这多少灵石吗 花婉思摇撩头 而胖子伸着脖子 好好地听着 想对比一下 自己比金飞瑶漂亮可爱 价格肯定要是她的一倍 五万中品灵石 而且还给我取了一个名字 叫黑明兽 金飞瑶得意地 伸出了一只手掌 在胖子面前晃了晃 那我肯定值十万块中品灵石 胖子不服气地一抬头 插着腰硬道 哼 你做梦吧 金飞瑶冷笑了一声 这时旁边传来了一个弱弱的声音 我 值二十万 三人侧眼一看呢 这声音却是趴在了光照之中的猪雀发出来的 花婉思顿时无语了 这三个没有节操的家伙 竟然还比谁当零售卖了值的钱多 搬上之后 他倾咳了两声 冲金飞瑶问道 我们现在怎么办 金飞瑶狠狠地瞪了朱雀一眼 竟然敢翻四倍的喊价 毛都没有 还敢说值二十万 然后才回过头来 一脸正色地说 嗯 现在是这样吧 等着哪个不长眼的家伙把我买走 我们正好借他的路出去 反正你们在我肚子里面又没什么事 万思就不用出来了 你安心修炼吧 胖子变小了 在凌初园里鬼混一下倒是可以 朱雀 你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别好好和我们说说吧 朱雀有其无力地应当 先来点单药吃是吧 本来就受伤了 对你折腾了之后都快要死了 少骗人了 我可根本没动过你 要单药你等等 我找找看 之前收了几十个乾坤袋 不知道里面有没有 金粉瑶不满嘀咕着 收一招 不知从什么地方飘来了一堆乾坤袋 主人全是那些住在了炼药池旁边院子中的修士 他杀了人 就顺便地把乾坤袋给弄来了 全吞在了肚子里面 见他是献翻别人的乾坤袋 朱雀不可思议地瞪着眼睛问道 你能不能大发一点 从你袋中给我点弹药啊 大不了我以后还你 有必要去别人的袋中献翻吗 金飞摇哭着脸瞧了他一眼 没有 我早就穷得要去街上讨饭了 要是有我早给你了 天哪 朱雀只觉得人生到处充满了悲剧 花神气的人竟然穷到了这份上 也是难得可贵 给你 品质不高 但是胜在量大 金飞摇抱了十几瓶丹药坐在了朱雀面前 到处丹药就大把那把子塞到了他的嘴中 朱雀使劲挣扎着 丹药给撒得一光照中到处都是 金飞摇只得停下了手 不解的问 你干什么 怎么不吃 嘴不够大呀 朱雀奋力的喊道 这该死的套铁 以为人人都像他这么大的胃口 连人都可以装下 金飞摇只得无奈的耸耸肩 这些人真是的 同样都是神兽 差距怎么就这么大呢 把丹药扔给他 金飞摇退出了朱雀的光照 这是他自己的肚子 他只能用神石 是不会被消化掉的 所以不用光照也行 看着朱雀在丹药里面挑了半天 选了那颗唯一四铁的丹药 像小鸡吃米一样的扶了下去 看着他那粒丹药就吃饱的样子 金飞摇嘟囔了起来 胃口这么小 那我就放心了 声音虽小 还是让朱雀听了个正着 抬起头茫然的看了看他 话是听进去了 可这意思好像弄不明白 丹药你已经服下 现在我有事要问你 看他精神还算不错 金飞摇就抱手讲道 朱雀则一脸的淡定 等着他的提问 要问的东西他觉得 心中还是有点数 你凭什么说你能值二十块零食 我都才开价五万 金飞摇愤愤不平的开口讲道 你死一边去 话音一落 华婉思带着光照从一旁冲了过来 一下把金飞摇给撞开了 凶神恶煞的直接强占了提问的地方 金飞摇很委屈的看着他 我这不也是在说正事吗 华婉思非常嫌恶的冲他白白手 应是把他给赶到了一旁 然后才对朱雀讲道 你是怎么落入万寿山庄人的手上的 终于有个还算是正经的人了 朱雀总算是松冷一口气 比起不靠谱的饕贴来说 还是此人看起来靠谱些 于是他就讲了起来 他是如何的倒霉被捉的 原来朱雀啊 上次在云游灵界被打伤后 逃了出去之后呢 想找个地方养伤 但是却发现了人魔和妖族的战士 他当初啊 是从妖族中逃出来的 所以一边也没有帮忙 而是四处游走 最后嫌太麻烦了 就直接来到了神级界 但是朱雀爱吃人 不管是修士还是凡人 只要是人肉 他都爱吃 到了神级界 他也没闲着 除了修炼 便常常跑出来捉人吃 过得还算是逍遥 这次他是阴沟里面翻着船了 围杀一小队修士时 那才结单期的修士 却带着剑归神保甲 那一剑保甲呀 把全小队的人都护在了其中 不管他怎么攻击 他们都缩在了保甲的防御之中 奈何不得 为了速战速决 他在化身朱雀 还没攻击呢 就遇到了路过的黄雨良 对于这种自动送上门的好事 黄雨良自然是不会拒绝 皮头盖脸的就把朱雀 给打翻捉住 不止捉到了朱雀 还救了那一对的修士 博得了一个好名声 听了他的话 一旁的胖子半丝同情的也没有 冷冷的讲道 真不要脸 竟然痴人 没想到我俩外表差不多 性情相差却如此的 你可不要影响了别人对我的印象 你我痴人 关你什么事 就算个头差不多 我们长得可相差甚远 你瞧清楚啊 和你这种娘们分量大 分不清男女的家伙不懂 我可是长得聪慧又高贵 看你的样子就知道 肯定整天要被那些丑八蛋女人占便宜的 朱雀瞅了一眼胖子 白润如玉 红唇齿白 脖子上带着串 朱子的金像圈 身上挂铃铛的彩衣 一点身为兽神奇妖术的自觉都没有 装什么小孩 哎呀胖子一听就不干了 扯着脖子就嚷起来 你知道什么人生最大的乐趣 你明白吗 废物吃货我来告诉你 人生最大的乐趣是什么 就是在无数温柔美艳的女修士怀中 闻着她们身上的甜味 胸前软绵绵 比什么暖心 约还要软几百倍 你们这些神兽只知道吃 不是吃垃圾就是吃人 真是太俗了 说完后 她还得意的探了探手 对着朱雀摆出了一副轻视挑衅的笑容 这让朱雀气得半死 明明就是个色狼 还说别人俗 这种妖族知不知道要脸了 就在这时 金飞瑶突然冲进了胖子的灵光罩中 对着她就是脊脚踩了上去 边踩边骂道 你说谁整天吃垃圾 你个色胚子 还有脸说别人 你才是不要脸呢 朱雀觉得自己是上了贼船了 这里除了自己好像没有正常人了 你为什么从妖族中逃走 华婉思没理会旁边踩和被踩的两人 见怪不怪的气定神贤的问道 朱雀犹豫了一下 寻思着要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就听到了华婉思继续讲 朱雀无语地瞧着她 这都已经决定好了 问不问她都没有关系吧 本来她的性子就急 这时又忍不住嚷了起来 你们都决定了 还问我做什么 冷静啊 华婉思淡定地看着她 脸上面无表情 她本来就是傀儡出身 面不麻木这招是最常用的表情 此时用在了朱雀身上 效果看起来异常的好 让冲动的朱雀这气啊 也生不起来 对她吼了也没用 不由的产生了一种挫败感 看她冷静下来 话婉思便继续讲道 你如果不想回去 可以从我们手上买你自己 只要付得出之前的东西 维利试图 这是朱雀现在最大的感受了 妖族她是不想回去了 上次和祭司吵过架后 她已经决定了要自己在外面生存了 这次可不能回去 回去又什么都被人管着 很烦的 但是要买下自己 她下意识地看了看自己 身无旁骛 乾坤袋早就被那恋虚修士拿走了 现在什么东西也没有了 突然她抬起头看着华婉思 痛下决心地应道 我用我身上的朱雀雨换我的自由 我不想回妖族雀 朱雀雨 花婉思微微一愣 眉头不由地皱了起来 看来这朱雀身上是没东西了 竟然没有藏几个乾坤袋在腹中 真是让人失望啊 花婉思和金飞瑶相处过多了 一直以为神兽都可以在腹中装乱七八糟的东西 除了金飞瑶外 根本不会有人想把乾坤袋塞进了口中保管 朱雀雨毛我们已经有很多了 你能不能弄点别的东西 这样太没有诚意了 花婉思很惋惜地摇头 朱雀强忍着心中的杀意 有很多 那都是我的 是你们从我这里抢走的 反正我没有东西了 你们爱放不放 不放我就在这里化身 大家谁也别想好过 嚷什么嚷啊 你不如先让妖族出费用好了 反正你还要养伤 也不着急走 金飞瑶终于做够了胖子 有空回来讨价还价呢 那你还是把朱雀雨拿走吧 也就是你们这样乱用了 不然我的一根羽毛都是要进拍卖所的呀 谁会拿一堆朱雀雨来练一件法宝 你们这完全就是浪费 放上三四根已经是奢侈了 朱雀是打定了主意了 说自己耍赖也好 反正就是不回妖族去了 这么值钱 金飞要愣了一下 这东西有这么贵吗 常年没去拍卖行的他 早已经不清楚了物价 想不到自己有两件 纯朱雀雨炼制的衣服 这么说自己也是有钱人了 朱雀点点头 是的 不信你可以先找家拍卖所试试 反正我在这里养伤 又不会跑掉 成交了 你现在就把毛给我 我马上放你走 金飞要二话不说 一拍手就决定了 朱雀却不领情的对着他就吼道 马上走什么呀 你都说了这里还在万寿山庄 我又伤得这么重 你让我怎么走啊 还有多久几日啊 金飞要摸着下巴 犹豫了一下 嗯好吧 看在你想把全身的毛 都给我的份上 我勉为其难的就留下你吧 那些蛋药不用你付钱了 你就安心的养伤吧 等到了安全的地方 你再把羽毛给我 然后你就可以离开了 我什么时候说全部了 你强行拔掉了四分之一了呀 竟然还想拨走全部 朱雀这火辣的性子是改不了了 瞪着眼睛又吼了起来 回妖族 金飞摇没吭声 只是冲他笑了笑 朱雀摇嘴唇 好全部 但是要提供丹药给我 我要养身体 人穷至短 此时的朱雀深深的明白了这件事 决定以后也要把之前的东西 放在了乾坤袋中 然后也用灵气包裹起来吞到腹中 没问题 反正你们胃口才增尖的 能吃得了多少 金飞摇哈哈笑着 养只鸟真是太简单了 处理完里面的事情 他就把神石从身体内退了出来 从灌木之中跑出来 打算早点把自己卖出去 只要卖掉自己 首先得让金之外的修士看上自己 于是他摆了几个可爱的扫行 想卖弄一下自己 却发现金之外面已经是天黑了 万寿山庄晚上不接待客人 所以金飞摇白卖弄了 只能等着明天白天 想办法把自己卖出去 第二天来到了万寿山庄 临初园的修士发现 黑兽园中有一头奇怪的幼崽 说是奇怪倒不如说是让人纠结 那是一头头上长着双脚的黑毛幼崽 据说是新进来的货 生在了天云深处 名叫黑乌兽 而且要五万块中品零食一只 现在只有这一只 想要买就要赶走了 卖表看起来不算是特别的突出 光是他旁边那头黑白的无双兽 就已经深深地把它比下去了 但是和其他的幼崽不同的是 他正坐在了草地上 用肉掌把地上的小红果子 捡起来放到嘴中 双掌捡一粒龙眼大小的果子 时不时的还会滚落在地上 那憨太可惧的样子 让人觉得实在是有趣 有时候捡不起果子 他还伸出了肉掌抓着头 一副思考的样子 更是让女修士的心啊 都被抓了起来 随着修士们人俊不禁的笑声 在灵州上传来 万寿山庄敏锐地捕捉到了卖点 五万中品零食涨到了六万八万 十二万二十万 往往都是修士刚问过价 看着那只黑乌兽打个哈欠身上懒腰 开始在地上翻滚 最后一副懒洋洋地趴在地上睡觉了 觉得可爱死了 回头一说要买时 价格又涨了一万 金飞瑶在灵售员 恰到好处地扭着腰 觉得实在是太奇怪了 自己都做了这么多可爱的事了 为什么还没有人把自己买走啊 他还不知道自己已经从五万中品零食 已经涨到了二十六万了 还在想着这不高的价格 装可爱一下 应该可以卖得快 殊不知 他继续这样下去 万寿山庄会继续涨他的价格 想要被买走 还早着呢 这一待啊 就是半个月 金飞瑶抬头看着静止 外面到底有没有修饰 他并不知道 但是肯定的是 他所在的原则生意异常的好 连无双兽都被卖掉了 看着那只胖胖的无双兽 被抱了出去 他是百思不得其解 自己这么能干 怎么没人买呢 反倒是那没用的无双兽 只不过是长得比自己肥了点 就如此的好卖 不行 难道是装得可爱还不够 得想想其他能吸引女修士目光的招 金飞瑶正琢磨着 怎么让自己更可爱的时候 他看到了园子的门打开来 那天把他送进去的指示 一脸喜色的看着他 赶快带去洗洗澡 有人买下他了 他的身后跟着两名温柔漂亮的女修士 手上拿着肉丸子逗着金飞瑶 想让他不要乱跑 好不受伤地抱走 金飞瑶可是等这个机会很久了 什么肉丸子 那是哄无双兽的东西 他摇着尾巴就欢快地跑了过去 眨着大眼睛装着可爱 哇 真的好可爱呀 怪不得卖一百七十三万块重品零食 我还以为没人会出这个价了 把温顺的金飞瑶抱在了手上 那名女修士高兴地讲道 而直视则很淡定地点点头 眼中却有着抹不掉的喜色 这家伙非常讨人喜欢 很多人抢着买 价格几乎半个时间不到 就要涨一回 这次一百七十三万块已经放了五天了 把想买的人一批批地给打发走了 我还以为没人买得下来呢 正寻思着是不是赔送点东西 没想到今天有人二话不说就买走了 金飞瑶在女修士的怀中顿时实话了 没想到等了半个月没有人买自己 竟然是因为装可爱过头了 抢的人太多 所以价格涨到了一百多万 这就是过犹不及呀